大家好,我是静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高菜床 今年因为我家老公给做了两个高菜床 让我对种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他干活不累了 不论你是栽菜还是打虫 还有施肥都非常的方便 最里面一层 我把身体稍微嵌一点 就可以勾到里面 特别的方便 如果要是把它放在外面的话 那你四周可以转圈 那就更加方便了 那我就分享一下它的具体的情况 我们家这个高菜床 大约就是70公分高 那个70厘米吧 然后宽度外围是90 内里是75 因为外面有两个盐 所以相对就占了一些空间 是这样的 然后用的木头是红松 因为红松抗腐蚀能力强 咱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床的话 最起码可能10年20年就用下去了 所以就还是买了好一点的抗腐蚀的这种木头 前段时间也听朋友分享过 像这种木头呢 也可以到二手市场去买 可能价格特别便宜吧 然后呢 我们呢 是在那个就是Home Depot 这个买的 然后它里面呢 用了这个铁皮和 种植的用的那个塑料袋 这样的话就比较干净 往下面捅一些眼 它的这个泥水 好像浇水的时候流出来呢 也不会太脏 也不会有太多的泥土 那就是慢慢都流逝到下面去了 所以还是用起来比较方便的 然后呢 那很多人可能也会问说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比较废土 那我呢 是我们家院子比较大 里面也有很多的松树 松果也很多 那我下面呢 是铺了大约十公分的松果和那个松枝 铺在下面 然后呢 上面又弄了一些这个 那个草木灰 因为我们家这个木枝比较多嘛 经常会烧 所以呢 草木灰也比较多 这样的话也给它上足底肥了 再加上了这个土 那这个有机土呢 这个有机土我们这边是特别便宜 因为皮卡车 一车才六十块钱 所以说呢 基本上这个一卡车的土呢 就装满了这两个箱子 所以说也感觉还是 也没费太多 还有呢 以后我想的是翻地的时候 因为它不是太深 应该也还是比较容易翻的 不是说是全部都是那么深的土的话 可能你就翻不到底吧 所以呢 我感觉就是用起来的话 还是好处大于这个 就是可能对于翻地来说 有考虑的话 稍微的有点好像怕太深了 到时候翻晒不到位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相对来说 就是说比起平时 我们少干很多活呀 这个就变得轻松多了 可能就是翻地的时候 需要稍微用多一点这个时间 但是平常给我们省了太多时间了 也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 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方便吧 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那个身体 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 具体的有想问的哈 可以再私信我啊 那个我给大家就看一下 你看这里种的都是生菜 长得每天我都摘 然后呢 你看这边呢 就是西红柿都挂果了 长得这么高了 两个是大小一模一样的 今年呢 因为是我第一年使用这个高菜床 安排的有点不太合理 明年我会安排的更好一些 好吧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